你们要约谈陈吉仲部长 你们要约谈现在下台的前市场会的这个林冲贤 在野猛攻政府进口弹缺失 除了政治责任 呼吁司法单位追究缺失 陈吉仲请辞下台 似乎并未替进口弹争议止血 包括畜牧司长也被调职 张司长的被调职情况 请问是跟这次的政策有关吗 张司长确实在整个这个 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 确实有一些疏漏的地方 专案续场会所有的这个操作 应该有这一个畜牧师 来做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监督 进口弹专案持续到明年6月 为避免冬季潜流感冲击台湾鸡蛋供应 目前仍有80万颗鸡蛋还没有进到台湾 农业部强调全部加工使用不会上架 代理部长陈俊继忙灭火 至于新任部长 行政医院还没找到人选 现在是代理部长 我们在可能会再看看 征询更合适的 或来讨论有合适的人选 我们会再来提出新任的部长 目前是代理 新唐力士黄亮姐刘姿营 台湾腿报道 那业者表示 他问